十年性别比变化 哪些超 特大城市在下降 人口作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晴雨表 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近日 由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 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 在2021年第18期《求是》杂志上公布 回顾当下有关人口红利的讨论 主要关注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无论是老年人口 还是劳动年龄人口 多以数量和年龄结构表述 先有基于性别的分析 作为一线城市中性别比最高的城市 深圳并非是典型的制造业大使 其性别比较高 主要是由于中心区与外围区的产业结构差异导致